以色列是不允许这个正义的大门打开的 他们还是要形成在加沙的整个的封锁 隔离这个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过程 甚至于他这个大门不希望向全世界打开 因为我刚刚讲的 一旦打开正义大门打开 那就是洪流 那就是波涛 那就是整个人民的一种 对他们这些行为的一种反制 他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一次不仅仅是理念之战 更多的讲以色列是为国之战 他认为是为国之战 因为仅仅有一个国家 还不是整体概念 还有一种我们全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已经是破低了 整个的已经破低了 把他们的这个地案给打破了 那么这个打破的进程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的延续下去 那么这个延续下去的过程 是需要所有的国家 特别是区域国家 我特别在关注中东的这些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包括也门 埃及 叙利亚 这些国家的担当 还有卡塔尔 科威特 这些国家的担当开始一点一点的 表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比如说像科威特做组联合国的代表 讲得很清楚 在那个会议上直接说 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们在谈事情 你们请你们不要坐在这里 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不可想象的内在的动力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过的 这就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 开始一点一点的形成 所面对的是什么 所面对的是霸权 我觉得整个以色列的 就暂时政府 似乎他们不是很团结 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目前有很多的 有关军事行动方面 大家都有点各说各话 而且呈现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 对 从现在以色列的战略来讲 从地面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人的表态 奥巴马也讲了 你们这样直接进入加沙 是非常不妥当的 我真的感觉到奥巴马出来讲 是违反了美国所谓的 政治生态的一个常态 你的已经下台的总统原则上 是对现有的美国的 国内的执政状态 经常是不表态的 奥巴马已经这样讲的话 就说明在美国内部 对于以色列现在所有的行为 也是有分歧的 因为最大的分歧在于哪里 在于人权问题 实际上他们要号召人权 号召对平民的保护 这是他们价值观的根基 这些根基一旦没有了 美国还有什么 我们谈了那么多次节目 契约精神没有了 对不对 契约精神没有了 普世价值也没有了 文明多样化的包容也没有了 接下去还有个更重要的 所谓的基本人权 人的生命权都不在维护的情况下 各位观众可以考虑一下 美国的所谓的价值观的内涵还有什么 如果连这些内涵都没有了 那么他们就是魔鬼 他们可以把自己化妆成正义 化妆成维护人权 这化妆没关系 你拿出的脸是正常的脸 不是那么的抽象 不是那么的影响到所有人观瞻的时候 我们能接受 但是你把你所有的内涵都拿掉了 连你的面具都拿下来了 那你们就是魔鬼了 在这一点上是不符合美国 未来对于全球所谓主导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的 不然他今年年底民主峰会怎么开 没有办法开了 所以各种刚刚讲到美国内部的一种撕裂 还有全世界美国的那么多的盟友 从这一次投票的情况 就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决议案的投票情况来看 不是那么的西方的所谓的七国集团 不是拥抱的那么的紧 为什么 大家都有看法 这种看法的本质 不是道德发现 大家要知道 而是各个国家的民意 让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 不敢完整的拥抱以色列 不敢完整的拥抱美国 他们你说他们有道德 不是就是民意 那么这个全世界的民意发生了根本变化 直接逼着内塔尼亚湖做出的这个地面的战争 大家知道实际上他们 大卫老师刚刚讲了 他们已经地面战争 准备了至少来讲 所有的坦克军备人员到位 已经有整整一周的时间支持不动 这一次动又是象征性的 这一次整个的象征性的行动 为他解释了今天晚上不能抛击 因为再抛击下去 会形成全球的从抗议 从这个声讨 接下来会怎么样 在我在节目里面不想说 会接下来会形成具体的实际行动的 是什么行动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行动对于世界的稳定 对于所谓的民族的融合 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的 就像这个抗议一句话一样的 内塔尼亚湖需要实现预言 那其他你拎到宗教高度的话 你这就是搞乱世界了 那么在全世界的话 也有其他宗教 他也要实现他的预言怎么办 那么这个战场不仅仅是在中东 大卫老师 我听到这个我感觉到很可怕 这个战争外衣 我们一直讲 战争外衣只是在巴以冲突 只是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 战争不能外衣 一旦战争外衣实现所谓的预言 这个战争外衣的要素 就会蔓延到全世界 美国承受得了 欧洲承受得了 所以不要以为 这个巨婴的权力有多大 他可以宣布让联合国秘书长 你要辞职 这个大楼没有存在的必要 联合国大楼 谁给他的口气 现在他们应该静静的思考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次26号 这个25号到26号夜间的进入的加沙 是有限的行动 只是给大家一个面子 他也要回归到他的面子 因为整个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今天最终的阿拉伯国家 对于所谓的要清算 他们说要清算 和这个对这个哈马斯的进行 清算的行为拒绝 你们不要跟我谈哈马斯 哈马斯的是正义的行为 现在阿拉伯国家 很多国家在这样讲 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同时谴责对于加沙平民的行为 这是一个重大的比对 以色列我真的讲 你们没有压力吗 这个压力绝对 未来绝对不是语言上的压力 不是跟你口海 未来是有行动的 那么接下去看 美国的行动是什么 我现在特别关注美国的行动 因为美国的行动 美国在干嘛 美国就是在拱火 初期就是在拱火 还是认为自己在处于 20世纪强大美国的那个状态 当巴以冲突开始的时候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 经常会问你一句话 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 随后这些航空母舰 就会陆续陆续的进入到那个状态 进入到当地的热点地区 去支持他们认为要支持的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美国在这样做 希望中国不要介入 这是我看的国外的媒 国外的一些媒体里面在讲的 不能通过巴以冲突 而让中国在中东 形成绝对的势力范围 中国没有介入 中国的核心是什么 中国的核心就是合作共赢发展 就这三个内容 这个没有要求要介入当地 但是这些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恐惧 我告诉大家就是恐惧 恐惧的来源什么 恐惧在心理学讲 恐惧就是对未来不确定 折射到现在的行为 因为未来不确定 所以现在会恐惧 一旦未来确定的还会恐惧吗 因为他们过去 他们就是这样介入中东的 整个中东的拉锯 他们是跟当年的苏联 在中东不断的拉扯 不断的换位的过程 而实现了真正美国在中东 真正实现它的势力范围 50年代60年代 那么今天他们会感觉到 又有一个巨大体量的国家 会介入中东 过去他们认为 中国在中东做了很多 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直接干涉到 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存在 经济霸权 发展霸权 你应该怎么发展 也要它说了算 还有一个就是石油霸权 还有一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 文明霸权 让你整个的文明 永远起不来 那么现在呢 他绝对不希望有 第二个强大的势力 真正的介入中东 这就是美国在思考 所以他现在有一点 这个左右为难的问题 要不要中国介入 要 但是又担心中国真正的介入 而让他真正的在中东 从刚刚讲的四个方面 逐渐逐渐的淡化 逐渐逐渐的被边缘化 最后退出 这个就是他绝对不愿意 你不愿意可以啊 那么我们就在更多的多边体系 来践行我们更多的合作 怎么办呢 美国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刚刚讲的 国际关系的这些拉扯的层面 太多了 不是像十年二十年前 达卫老师很简单 这个战斧式导弹 航母一到战斧式导弹 离岸进行攻击 进行配合 当年对叙利亚的进攻 不就是这样 对利比亚的进攻也是这样 伊拉克是进入地面部队的 初期都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他还想这样吗 真的不敢 不敢这样 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 这是整个的区域 他还担心最大的问题 就像美国的众议院 一个议员讲的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 不是中东问题 我们要担心的是美国问题 他没有具体讲什么内容 但是大家一听就明白 担心美国问题 也就是说战争外溢的核心要素 会在美国呈现 会在欧洲呈现 会在不公不义的国家呈现 这个就是全球的战争要素的外溢 这才是最可怕 以色列你扛得住吗 你真的扛不住 你现在的巨鹰 不过是吹起来的泡泡而已 这个泡泡通过这一次的巴以冲突 会彻底戳破你的泡泡